嘿,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io 我是可可 Nio, listen, I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大事不妙感觉 But we are out of toilet paper,我们厕所卫生纸用完了 吓死个人 去小卖部买几卷不就可以了吗 我听你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吗 不过你刚刚说的那句 I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还真的让我小心脏 稍微紧张了 0.33秒 那刚刚可可那句话呢,指引过来就是 我真的很不想告诉你这个消息 但是我不得不说 叫做I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咱们概括一下就是告诉你一个悲伤的消息 谁都不喜欢听到坏消息吗 还好这句话它本身不是那么的严肃 所以呢,我一听就知道肯定不是发生什么真的大事情了 大不了让那个叫什么 点个外卖送一点卫生纸过来 哇,厕所没指这种事情超大的好吗 你点外卖送卫生纸是不是还要点份饭呢 OK 送到厕所 你这样想一想 I will definitely be panicky 我肯定吓死了 外卖小哥也吓死了 这个panicky呢,他就表示紧张 这个词跟咱们说的nervous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和紧张有关的各种英文吧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提到紧张这个话题 大家应该脑海里面想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 会不会就是nervous 这个词啊跟nerve 神经有关N-E-R-V-E 神经 所以呢这个nervous 它指的就是神经绷得紧 也就是紧张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场合都用nervous 其实英文中呢 表示紧张的词还挺多的 是的 英文里面可以花样来说紧张啊 比如说这个nervous 可能就是漫无目的的紧张 然后哎呀 也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就是僵在那里了 但是另外一个单词叫做anxious anxious 就是表示可能柯柯老师说就是比较积极的紧张 想搞点大事 对 想做一件大事 先树立一个小目标 那么就开始焦虑了 也就是焦虑急着要去完成一个什么事情 咱们叫做anxious A-N-X-I-O-U-S anxious 焦虑的 是的 但是这个焦虑呢 可能导致这个不好的后果啊 因为你的心态不好 那么就会陷入咱们说的一种非常浮躁的状态里面去 你说这个呢 我是很有感触啊 我记得我刚接触这个教育行业的时候呢 就特别心急 每天这个一想做 那个一想做 最后什么都没有做成 I had been anxious to be a great teacher And I ended up being rushed and restless those days 我急着要当一个好老师 下场确实整天坐立不安 很浮躁 是的 其实这个年轻人呢 焦躁一点 也没什么呢 就是这个年轻的荷尔蒙要喷勃出来嘛 当然你要控制住自己的这种状态 然后尽量做正确的选择 做正确的事 应该能成就一番事情 鸡汤到此 我们继续讲解这个单词 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单词 叫做rush r-u-s-h rush 这个单词念出来就感觉 哎呀很急躁 很浮躁 然后这个restors r-e-s-t-l-e-s-s restors 就表示根本停不下来 坐立不安的样子 那除了这种让人浮躁 一会儿做这个 一会儿做那个的紧张 还有一种紧张 叫做panicky 是的 你说的是恐慌 这个单词吧 panicky b-a-n-i-c-k-y panicky 这种紧张呢 更偏向于害怕不安 因为特别是你对周遭的这个环境啊 感到害怕 害怕 害怕 慌张 慌张 我们就可以叫做panicky 那前两年我去兰州玩啊 当时 刚到了当地 我记得我躺在床上玩手机 突然呢 微博上出现了一条 兰州七级地震的推送 吓死个人了 对 吓得我赶紧各种找新闻啊 才发现是谣言 那当时慌张 害怕的情绪 就可以用这个词 I feel panicky because of the rumor about earthquake 那其实你还蛮淡定的嘛 你不到处跑 你还先去看看是不是摇眼 因为不想动 跑不出去了 不想面对现实 你知道吗 也是 你叫panicky 不叫anxious 叫panicky 对 很好这个单词的解释啊 不过 你的家人是不是特别着急啊 会跟你打个电话来报频啊 或者怎么样子吗 没有 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 还是后来我主动跟他们说 有这个谣言的 他们比较淡定了 可能是 就是不关心我 拍摊你的肩膀 平时看到这种谣言 我真的觉得事不关己啊 我也很淡定 但真正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腿都软了 好长一段时间呢 我还会做跟这个地震 有关的歌谋 所以说搞这种谣言人 真的是 无耻 最后呢 我们要来说一种紧张 叫做stage fright 就是怯场嘛 我知道你有老师肯定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 闪光灯一亮 我们就要当最闪亮的那颗星 你看吧 那像这种stage fright呢 指的就是跟你老师相反的 上舞台会表现不好 会紧张啊 叫做stage fright 对 其实我有了 我是一个很有内涵 然后很害羞的人 没有 我不信 OK 柯柯 do you have stage fright 柯柯老师你有切场的毛病吗 No I don't 我可能会有点不自在 但是不存在紧张害羞 其实呢 我是不知道在舞台上面怎么表现 才会让你们更喜欢我 那个 是的 柯柯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脸皮厚 这是我最大的优点 是吧 说的好听点 叫做性格开朗 对 就是性格开朗 不过说到这个害羞呢 我高中的时候 其实真的见过挺多很害羞的学生啊 我记得有一年原来会演的时候吧 班上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站在台前唱歌 He definitely had stage fright He was shaky at there 他绝对紧张了 他都在那发抖啊 可怜的人啊 Shaky S H A K Y Shaky 就是形容一个人 站站兢兢在发抖 那么能够看得出来 他真的紧张到一定的程度了 是的 我全程用DV 把他那个样子拍下来了 回头给你看一下 真爱儒学 你就是这种好朋友好朋友 是的 每年拿出来看一下 鬼嘞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学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的课程 接下来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我是柯柯 我是妞 咱们下期再见 為什麼搶我的台詞